2月27号在中国的河南某地又爆发了大规模的警民冲突 这次爆发警民冲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据网传信息显示 是由于一名24岁的当地女性被她的丈夫连砍八刀之后去世了 这起事件可以说是极其恶劣令人痛心 但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这些平时非常胆小怕事的老百姓 普通农民纷纷走上街头 而且是成百上千的村民走上街头和警察对抗呢 众多的网络信息显示 该事件发生在河南省华县杨大钊村 具体是什么原因发生了多大的仇恨 让这名24岁年轻女性的丈夫 将自己砍了八刀导致死亡 而且这名女性和她的丈夫还育有子女 网传信息显示 夫妻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由于婆婆从中调缩 导致夫妻关系不和 我这 孩子有行的有个人啊 我死了 我死了 我不回了 我死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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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在中国之前也发生过很多类似的恶性事件 但是为什么没有村民 没有普通百姓走上街头 为死者喊冤呢 有网友在网上发布信息说 之所以有成百上千的普通老百姓 为这名去世的年轻女性走上街头 就是因为网传 这名女子的丈夫家中 据说和当地的警方有联系 并且在杀死女方之后 女孩的尸体被警方给悄悄偷走了 这样的消息在当地不禁而走 导致大量愤怒的村民走上街头 并且和警察发生了激烈的抗争 在抗争过程当中 出现了老百姓要推翻警车 而警察则是适用暴力 凹打村民等情况出现 有民众偷偷拍下一段视频 显示有数十名身穿制服的人员 从一个房屋当中带出一名男性 并对其进行威欧 在冲突现场 更是有人将死者的遗像和晚连挂在了警车之上 村民的愤怒不光是发在了当地的警察头上 而且村民还冲进了南方家中 进行了打杂 好漂亮 好 好好 好 我这都踩了 都踩了给 很感情了 没没没没 视频当中还可以看到身穿制服的人员 一路沿街向民众喷洒辣椒水 而另一群民众则紧随其后高居手机开启了直播模式 就在昨天夜间有大量的抖音视频显示 警方正在派驻更多的警察力量前往当地 周边群众还说事发地杨大昭村已经被断电 非雇物车辆被要求全部掉头 所有的直播也都会在几分钟之内就被掐断 村民走上街头之后没有多久 当地的警方就迅速了发布了警情通报 案件发生之后 有个别网民在互联网上传播虚假信息 故意夸大事实 再次提醒广大民众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请遵循法律法规 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